赌王昨日出病,遗体今年却不下葬,原因让人无法接受 生前繁华死后富贵,2020年5月26日,何鸿燊去世 一代赌王的传奇人生落幕 昨日赌王出病,悼念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何家全部到场,各界大佬和娱乐圈明星也都前来调研 所有的事情准备就绪,可赌王却现在不下葬 何家御用风水大师表示需一年后才可下葬 大师表示,因为今年没有下葬的好日子 所以在何家人都同意的情况下,会在明年选一个良辰吉日下葬 现在赌王的目的是已经选好了,定在了父亲何时光的旁边 但是需要一年后才可下葬 但是关于赌王此次不下葬的原因,传言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传的最多的还是当年赌王的奇迹事件有关 而赌王这次不下葬,也是全然因为太注重风水 其实有时候,风水学是不能全部相信的 但是香港人注重风水,香港的富商更是注重 外界传出的赌王不下葬的原因也是非常的令人难以理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